那隔了兩天他又出來譴責說 我們拒絕接收這種新現狀 這新現狀你造成的 美國你這條狗給我滾眼一點 其實大家也很清楚 為什麼是圍著台灣 因為裴洛西是台灣的消美群聚邀請來的 那台灣就 他們明亮就表演 裝作無辜 那裴洛西 在消美群邀請他本來一夜要來 後來他就改成事業 事業沒講到他說他確診 確診沒幾天他就跑去烏克蘭 7月20號他打電話給 台灣駐美國的代表消美群 他說那我已經決定了 我8月3號要去台灣 結果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在放風車要去台灣 美國政府很緊張 他認為說這時候 中國大陸一定會有很多動作 所以就派很多人去欠 裴洛西 裴洛西拒絕 你們這些小咖的不要來找我 除非拜登來找我 可是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拜登剛好確診 所以拜登去跟習近平解釋什麼都沒用 因為為什麼拜登的確診前一天 才跟習近平的通電話兩個小時嘛 兩個多小時 那那時候的默契 你這默契是你美國自己打破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美國其實內心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安 那隔了兩天他又出來譴責說 我們拒絕接收這種新現狀 這新現狀你造成的 美國你這條狗給我滾眼一點 你造成的新現狀你說你不接受 那這個新現狀 就是將來這種演習就會變為常態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美國又沒辦法插手 因為你不接受新現狀又怎麼樣 你派你的金劍來跟他對嘎 不敢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種新現狀造成七役的一些演習 或者很多人覺得說劍拔如張 或者兵凶戰爲 那就是民進黨跟美國造成的 那一個去邀 一個準備卸刃的裴洛西 那裴洛西興致勃勃 哇 趕快來 所以他來了就這種狀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